雪龙二号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 今天下午即将正式交付 作为第一艘我国自己建造的科考破冰船 雪龙二号有哪些亮点 让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正在雪龙二号的记者易洋 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你好 易洋 主持人好 我现在就是在雪龙二号的船尾甲板上 那么现在在这个雪龙二号的船舱内部的发布厅里 正在举行一场发布会 那么参加这场发布会的所有的媒体人员和今天的船员 在登上这艘船的时候都经过了这样一个600米的操作平台 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到 在这个平台的周围非常密集地嵌入了各种各样的科考设备 这给所有的人都留下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 就是说雪龙二号是一艘专门为极地科考打造的破冰船 而作为破冰船 它的破冰能力也非常的亮眼 首先它是一艘具有船头船尾 同时双向破冰能力的破冰船 而且即便是在冰厚1.5米 积雪0.2米的情况下 这艘雪龙二号依然可以以2到3海里每小时的速度前进 而跟它的前辈相比 在此之前中国唯一一艘可以进入到极地地区 进行科考的破冰船雪龙号 它在这个1米的冰层当中行驶的时候已经非常的吃力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0.5米的差距 跟大家打个比方 假设说雪龙二号需要进入到我们在南极的中山站的话呢 那么雪龙二号是可以直接实底南极中山站 停靠在南极中山站的周围 而如果说雪龙二号它要接近中山站的话 它只能是勉强接近 因为雪龙二号它的破冰能力不足以停靠在中山站的附近 所以呢它只能停在一些冰块比较松动的区域 而船员和这个科考队员他们必须要换成其他的船艇 才能到达真正的中山站 那么其实除了它的这个破冰能力 在雪龙二号比它的前辈雪龙号更胜一筹之外呢 我们发现整个雪龙二号它的身材和外观也更加的短小精悍 因为它的排水量只是雪龙号的三分之二 而且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雪龙二号的外观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设计都是非常精准精妙 它也是专门为科考设计的 因为过去我们的雪龙号它是一艘由运输船改造而成的极地科考船 那么雪龙二号它因为有更多的专门针对极地科考的设计呢 所以它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它会更加的灵活和精准 比如说假设它停留在冰面上 它可以实现360度的原地掉头 而即便是在有一定风浪的情况下呢 在两台这个动力定位系统的配合下 雪龙二号可以做到在同样的位置纹丝不动 这不仅仅是保证了船体的稳定性 队员的舒适性 也保证了科学采样的准确性 那么在今天下午这边还会举行一个正式的交付仪式 也就是说今天雪龙二号就正式交付给自然资源部进行使用了 这也就意味着在今年下半年 中国将要迎来的第36次前往南极的科考任务当中呢 就将由雪龙二号和雪龙号一同承担 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